你绝对无法想象 这是一场骂人比赛 骂赢就能获得三亿巨款 要说到骂人 这个老太那是毒蛇中的毒蛇 小女生被骂贪在地 骂着中年妇女痛哭流涕 地中海酒鬼被骂得鼻血直流 服药自尽的男人 在老太的毒蛇中幡然醒悟 对人生充满了希望 靠着一嘴毒蛇 老太走上人生巅峰 成功夺得骂人冠军 成为举世文明的骂王之王 然而你不知道 他曾被陷害入狱二十年 不久前刚醒满释放 但出狱时 两个儿子都没来接他 只能独自回家 地铁上 那酒鬼正对美女耍流氓 乘客敢怒不敢言 唯独老太站出来 好言相劝 下一秒 就被耍一身番茄酱 他怒了 张开七寸不烂之舌 怼天怼地怼空气 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 女人灯大眼睛 男人惊掉下巴 骂着酒鬼蜷缩一团 鼻血直流 通过关系 老太得知儿子们的消息 来到小儿子家 发现他竟然过得穷困潦倒 从小儿子口中得知 大儿子成了上门女婿 每日受尽丈母娘白眼 过得十分窝囊 担心的老太通过关系 来到大儿子家当帮工 餐桌前 那院母开始每日毒舌 大儿子被骂得狗血淋头 却只能低声下气 还不忘冷言讽刺新来的老太 但大儿子却不想与老太相认 出门上班时 老太将他拦下 他问他 过得是否委屈 是否还恨自己 儿子反问他 为什么要出现 为什么狠心 将他送到孤儿院 老太伤心不已 他来到河边 破口大骂 发泄情绪 悔恨为什么自己不负责任 为什么没照顾好家人 这通谩骂 恰好被电视台导演听到 他在筹备一个骂人节目比赛 正愁找不到素材 老奶奶那经典 却新奇的骂人手法 让人听后 仿佛灵魂的受到洗礼 导演惊呼 这简直就是艺术 电视台要举办骂人比赛 胜利者能获得三亿奖金 但台长嫌弃选手 水平粗鄙不堪 体现不了国家特色 那老太骂人 不带脏的技术 很符合节目的要求 他盛情邀请老太参赛 但遭到老太的拒绝 在与小儿子吃饭时得知 适度诚信的他欠下巨债 老太只能答应参加比赛 他要骂成冠军 帮小儿子还债 还选比赛上 其他人骂得粗鄙不堪 他上台一张口 直接震惊全场 指着三位评委的鼻子 骂得酣畅淋漓 参赛的选手 被骂晕倒在地 多路而逃 从此一骂成名 粉丝无数 人送外号地狱奶奶 生活中 他跟孙子享受着天伦之乐 带他在游乐园游玩 还交到了很多小伙伴 玩累后 儿子自己开始大口吃饭 妻子看在眼里很惊奇 因为哄儿子吃饭很困难 骂人节目来到第二轮 唱嘻哈的对手 将地点定在了夜店 本以为老太会输掉比赛 谁也没想到 那老太接过话筒 居然骂出了嘻哈的节奏 不仅调动现场戏份 达到高潮 还跟台下观众 玩起了互动 他那过硬的骂人技能 完全驾驭任何风格和场地 电视台收视率爆表 无数人成了老太的铁粉 就算在大街上买菜 都能被认出来 一对老姐妹找到老太 请求她的饶恕 原来老太就是遭他们欺骗入狱 俗话说 人红是非多 老太的一切隐私都被暴露 被老太骂过的酒鬼 此时也指手画脚质疑她 丈母娘怀疑老太母子骗婚 直接怒言相向 老太默默地听着 擅长骂人的她 竟然没有说话 当丈母娘说要解除婚约时 老太却跪了下来 老太跪下苦苦哀求 她求丈母娘 不要将儿子赶出家门 但丈母娘还是不依不饶 大儿子气愤摔门而去 丈母娘更是把老太赶走 小儿子得知 母亲去做帮佣 开始指责母亲偏心 老太背上包 准备离开 却被小儿子拉住 此时一瓶药掉了出来 原来老太患有心脏病 不能再参赛 大儿媳打来电话说 联系不上丈夫 没有办法 老太只能来到电视台 希望通过决赛找到儿子 而决赛的主题是 对骂探讨母子关系 对手的攻击像尖刀一样 句句扎进奶奶的心里 那酒鬼丢出鸡蛋 砸到她脸上 面对攻击 老太开骂了 不过她是在骂自己 痛恨自己丢弃儿子 曾经还三次入狱 有这样的妈妈 让儿子羞愧 她想和儿子们道歉 痛骂自己的过往 地狱奶奶还鼓励观众 遇到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 要大声骂出来 这样才会宣泄情绪 她深深呼唤着儿子的名字 醉意朦胧的大儿子 朦胧中听到了呼喊 她哭着从车里爬出来 她终于理解了 母亲内心的愧疚与无奈 决定好好活下去 电视机前的人们深受鼓舞 纷纷大骂 表达对生活的不满 听完这一段 老太最后胜出 此时 小儿子跑上来说 找到大哥了 然而 老太却口吐鲜血 倒了下去 当儿子紧紧握住 母亲的手 说着对不起 已是妈妈 包含了大儿子的原谅 电视台社长决定 资助他去美国治病 原来 社长就是那天 湖边要自杀的老头 所有人全都来送老太 电影在一片 祥和的气氛中结束 生活中 每个人的遭遇都不同 每个父母也都想让子女过得美好 有人没有幸福的童年埋怨父母 有人则因为父母的过错 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可不论哪种情况 他们还是你的父母 珍惜眼前人 不要等到失去 才知道悔悟